《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好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剛才我們開節目也說 今天大日子是DSE的考生 放榜 應該陸陸續續 同學都應該收到自己的成績 有考得好的 有考得不好的 大家記得要加油 祝大家好運 我們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 就是考評局秘書長魏向東 Hello 早上魏先生 早上魏先生 早上 早上 DSE今天會放榜 陸陸續續的同學都拿了成績 今年的成績整體的表現是怎樣 大家說好像跟去年少了狀元 情況是怎樣 我昨天都有說過 總體來說 今年我們五科拿到二二的學生 一共有71.9% 比去年升了0.6% 拿到三三二二的學生 都是42.4% 跟去年一樣 所以總體來說 我們覺得是略略好過去年 即是說有13,000個八大學位 大概1.34人欠一個學額 這個成績是否在疫情期間算平穩發展 是 對 我們都覺得是 整個考試的流程 疫情當然有阻制 說今年的考生 早幾年在疫情當中到過去的高中 整個過程裡 例如口試或科目的考試 現在復常狀況是如何呢 是否已經沒有任何阻制 是 我們覺得也是 今年英文也有考試 都很順利 雖然我們都要求學生要戴口罩 但是也沒有學生投訴 因為戴了口罩 而影響他們的考試 結果都挺好的 今年各個主科方面考試成績是怎樣 各個主科可以這樣說 大致都是跟去年差不多 不過略略都是有少少進步 如果我們一科科來提 中文就好像 即我用3322這個角度來看 那個比例是否好過呢 好了 中文來講 拿到3級或以上的學生 就有60.4% 比去年就升了0.7% 如果英文來講 拿到3級學生 有53.4% 比去年就升了0.2% 數學呢 拿到2個學生 就82.2% 跟去年就一樣 所以說中文科是死亡之民 現在沒有那麼嚴重呢 問題是吧 大家中文中文了 關注了 對 反而好 但是另一個科目 變成了末代的科目 通識科 表現又如何呢 即是現在 新的公民社會發展科 去年開始中四就有了 取代現在通識科 是 這個考評方面 會怎樣開拓呢 是 今年的通識科 那些同學都考得很好 總體都有進步 考到2級以上的同學 都過了90% 明年呢 我們知道 會改成公民科 但是公民科 我們覺得 都是跟通識科 都很像的 內容的級 overlap 都很大的 當然呢 都是一個減壓的形式 所以會變成一份卷 還有呢 都不需要再做那個 所謂那個 專題研疾 所以 對學生來說 應該是減壓的 而那個成績來說 也只是一個Attend 和Not Attend 分兩級 所以 我們覺得 對私生來說 都是一個減壓的 想問一下 首屆DSE的公民科 將會在2024年開校 其實剛才都說了 少少考評的方向 是不是都有更多的資料 可以提供給學校 或者學生方面 可以參考的呢 是 我們其實 那個 特標的那些 那個水準 那些字影 一早就放到他上網 都有樣本事券 等等 都放了上網 那老師都可以看到 可以參考的了 今年其實報考DSE的學生 其實有幾多呢 那個趨勢來講 是怎樣呢 我們經常說 色靈學童方面 越來越少了 那個感覺 加上各種原因 有移民潮等等因素 其實這方面 你看到的趨勢是怎樣呢 是 今年大致 我們都覺得 是 有一點點驚喜 其實人數 就反而升了少少 嗯 這幾年來講 是第一年 反而升了1.5% 但是呢 這個升的人數呢 主要是來自於那些 持收薪 那我們一下下薪 就跌了少少的 百幾個 但是呢 自有薪就升了幾百個 所以 我們反而是 升了幾百個的 明年呢 我們估計 我們估計 都要 維持 這個數字左右 我們估計 現在呢 如果少了人去報考 會不會影響 考評局方面的 財政壓力呢 那個財政方面的狀況是怎樣 又需不需要 調整一下 考試費呢 是 我們講呢 我們面對的確是有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因為那個考生人數跌了 其實由第一屆的文憑市開始 其實我們已經面對的問題 就是之前兩個公開市 變成一個公開市 本身就是一個壓力來的 再加上學生人數跌 對我們財政來說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呢 需要不需要加費等等那些呢 我們都要看回整個 幾個因素來考慮的 那麼當然第一 我們下屏國災一個 財政與獨立的 一個自負應規的機構呢 我們都一定要看著 那條數啦 但是呢 我們都要考慮那個 市民的負擔能力啦 等等 那麼 也都當然呢 維持著我們民憑市的一個 高質素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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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都 通過 一些 科技的手段 等等 提高我們的考慮 啊 或者開一些新的考試等等 那 那麼 希望慢慢 逐步可以 恢復到我們的財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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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厲害的啦 自負盈規 就是要應付那麼多開支 那 有通脹 印那張卷也要錢 那 過去都靠很多專業考試 和國際考試 是 那 那 疫情一定是阻滯很多 那 現在復常規劃這些 國際考試 專業考試的進度如何 是 那 那 那 今年呢 尤其是下半年呢 我們見到有些負償了 那 那 那 我們有些考試呢 之前呢 都有一些非本地的考生過來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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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步一步開始的人都多了 那我們 我們希望 一步一步都多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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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方面,DSE開始很多學校在港人子弟,學校在內地開始興辦,最出名的 錢特首、梁濟英、藍沙,都爭一位難求 日後這些港人子弟,或其他在內地讀DSE課程的考生 考評局將會在內地舉辦考試,如何做到公平又公正又可以便利兩地學生呢? 我首先要申明一下,我們都知道港人子弟學校越來越多 那邊的學生確實有很多港人在大灣區發展,我們都要照顧他們的利益 所以我們就去年開始改變了我們的考試條例 就可以由明年開始,符合資格港人子弟學校去申請做一個語考學校 要申請做語考學校,以及對付一定的規定才行 但是語考學校是否一定可以做一個市場學校呢? 這件事,兩地政府仍在溝通著 那可不可以做得到呢?我們暫時還未知的 如果有消息,我們一定會第一時間公佈 但是我們都做好準備,如果真的要去那邊開市場的話呢? 那麼我們的第一原則就是,一定要做到兩地市場的安排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我們一定要保證那個質素,無論去混卷 那麼改變、監考那方面呢?我們希望做到跟香港的同一個標準 現在有沒有兩手準備呢? 有的,我們一方面是在看一些那邊做市場的條件是否符合 如果真的政府批了,可以的 那麼我們預期呢,一開始一定是會,都要穩步慢慢走 都不會多的,我們有去看過的 但是呢,微批之前呢,我們都說不出來 可不然一定會,明年會有效 我們講的收費方面,會不會跟香港方面一樣呢? 會不會真的,在內地方面考的時候 可以那個費用上面,實際略為調高一些呢? 是,這個我們都會review的 大原則是我們不可以用香港那邊補貼那邊的考試 這個我們一定會看的 是,如果回到讀書都不介意要考試費,要給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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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始終方便了 沒錯,沒錯,沒錯 符卷你要壓送下來批改 那些都是成本來的 那些就,相信那個價格可能會有些分別 但是,這個是不是促進到內地的DSE課程呢? 即是說我們四萬多人考 其實擴容是否還可以再擴大一些呢? 是,這方面呢,其實我們的目標 都是主要是便利、講法上 即是就業等等的那方面 我們暫時不是用一個開讀市場的角度來看這件事的 因為我們都,主要的民民事 是服務本港的教育制度的 我們第一要看就是,對本港的升學方面有沒有影響 這是我們第一要看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不時跟日本港一些教育界持份者方面 即是保持溝通了解 如果真是推行的話 那實際的情況是怎樣呢? 是,有的,有的 我們都不斷有跟一些本地的學校等等 在做溝通的 你看他們有沒有初步的反應是怎樣的? 當然他們都會覺得 即是會不會對本港有影響 第一個考慮 我們就是說我們的標準一定是要罷關的 一定要嚴格執行我們的質素保障等等 這都是大家關心的議題 是的 另外,明年除了有第一次公民科的考試之外 中文科的評価也有轉變 其他的選修科目也有復常過渡安排等等 情況是怎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明年就是新的改革之後的核心科目 四科 變動比較大的當然是公民科 即是有新的公民科 取代公式科 取代公式科 中文科都是變化比較大些 有四卷變成兩卷 我們粗步看,學生應該都可以適應到的 因為其他部分 所謂的口語等等 都是在校本平的那裡都會重複的 學校也知道應該是怎樣去做的 我們問過,大家都有充分準備 有個特點 公民科日後只是分合格和不合格 這跟通識有一個評分的程度有些分別 這對於考生或考評局來說是否輕鬆些 去平壓的時候不用太大壓力 我們覺得對考生一定會輕鬆些 我們一樣會看著改捲 應該分別不大 當然,肯定那份卷少了一份 改的時候會比較少 這也是明年的變化 剛才提到改捲 以往你們都會有不少的評卷員 幫你們改捲 今屆有民憑市的評卷員 在社交平台小童書那裡披露了 作為保密的評卷參考 考評局就說已經報警了 以往有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你們會怎樣去跟進 是,這些情況我們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一個嚴重的違規的情況 我們以往都很少很少出現這些情況 可能現在的社交平台越來越發達 人們習慣了所有的東西都要放在社交平台 但我們在這方面 305新跟那些月卷員 所有的考務人員都要說 他們現在如果參與我們的工作 就一定要保密的 還有這個保密 都是不受時限的規定 一直都要保密的 很可惜 今年都有這麼一個case出現了 我們覺得是很個別很個別的case 但我們高度重視 所以就暴了警 現在這個事件 其實是否都證不證明到 它真是月卷員 這個要等警方去調查 因為一個社交平台 首先都不是本港 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人用的名字是否一定是真名 要等警方去調查 剛才你都說 考評局非常重視這些事件 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多的指引 或者更多的溝通 和一些評卷員 一定會的 我們明年會進一步加強 我們都說了 平時我們所有請的月卷員 考務人員 我們都有一個培訓 培訓的中間 我們都會說保密的總搖升 亦都要他們簽一份保密的合約 但是很可惜 今年出現了一個不幸的事件 未來這一年 我們一定會更加加強這方面的教育 其實很多評卷員都是老師 都很有專業的操守 因為都是個別例子 個別事件是否個人都要調查一下 不小心 把照片拿出去用 都不頂 這些慢慢再要調查 但是考生方面 出貓的情況似乎少了 大家很乖 只是一宗 就是考生 他用什麼方法出貓 警戒一下 他都是帶了一些紙條 寫了一些貓子 這張貓子太明顯了 是 是 當場逮捕 是 有什麼懲罰 對於他 這句都比較嚴重 證據都很確實 很充分 即時就發現了 我們那個懲罰都是一個最高 所有成績都會取消 不是那一科 是他過這一屆的 所有成績都會取消 沒錯 所以聽眾要知道罰值的驗衝 但有些不是想出貓 有些是貪得意 有些校生在市場上 用智能手機打卡 原來都會有罰值 大家要知道一下 情況是怎樣呢 是的 今年我們有七位同學 我們發現他們拍照之後還要放上網 當然 這個新世代也是 是的 我們會選擇一個登卡 這個 這個是不是可能都要透過學校 或者預早教育一下年輕人 其實在市場裏 任何東西都不能打卡 不能放上網 沒錯 他是打自己的考試證 各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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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場裏拍下 證明自己到了市場 對 但是年輕一代以為到打卡都沒問題 不是 你試試去軍營打卡 都是不行的 你問準了就可能可以 考場等於軍營 那時候一樣是機密的地方 你打卡放上網的後果就是 是國一科 就是國一科 明明拿到三亞變二 是的 我想問一下多鐘 你們怎樣可以追查到 如果有這些事情 有個案出現 這個呢 這輯個案子 就有人舉報 是一個平台 這樣就很明顯 是的 因為考生技能更多 希望大家都守規矩 是的 聽眾 如果有子女 就提一下他 不要平時打卡 就考試 麻煩你收起來 大埔沒有影響功能 是的 其實我們今年 煩一點 所有的市場都有落影 是的 我們加強了一個新的 可以追查到 是的 那個落影都落得很清楚 是的 所以全部都可以看回追查到 是的 未來考評稿方面 部署或方向的發展又是怎樣的呢 是的 我們呢 剛才也有說到 我們一路都會再進一步 希望通過科技的手套 來 improve our efficiency 我知道其實 韓國也都要用科技的 新科技的 是嗎 現在有Trap GPT等等 AEI 越來越發達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做一個很大的項目 就是希望做一個全電腦的系統 由開始出卷 開始一路到監考 一路到最後評分 和分析的成績 全部通過一個 一個integrate的 我們叫end-to-end的 我們叫DAA System Digital Assessment System 我們可以做完的 希望呢 我們今年遲一點 我們就可以全面 就開始這個項目的了 希望未來兩年之後 我們這個整個System 就會成功的了 當然這個System 做完之後呢 我們都不會即時 就馬上改變我們的考試 通過全部用電腦考試 是不會的 我們都會慢慢 逐步逐步推行的 可能會 最初才是一些 比如說低風險的考試 比如說TSA等等 開始試研 但希望最終可以幫到我們 提高效率 亦都可以更加進一步 提高我們的 所謂各方面的 減少錯誤 希望有機會 稍後時間 再邀請藝向公理上來 跟我們分析一下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今天多謝考評局秘書長 多謝 謝謝 感恩 非常感謝 我們opf 請 我們訪問警 前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